那么接下来就有请黄明主任 继续和大家分享 如何阻挡关节的痛 关节是一个很脆弱的一个器官 它其实有四帕 我们考考陪诊团和铁峰老师 你们知道这四帕是什么吗 四帕 刀枪剑击 服用包插 这两位侠女 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我觉得这是怕风霜雨雪 怕摸怕跟倒 这不跟咱们是一样的吗 配合是不是 咱是同一类人 还别说 那铁峰老师挨一点边 靠点边 对 那我来告诉大家 那主要是我们关节要怕 弯 柔 静 和跪 这是关节最怕的四种姿势 是体态 这弯是指 你上楼梯 下楼梯 上山 下山 上楼梯的时候 我们膝关节的浮重 是你体重的三倍 何必说你70公斤 那你要承受的是210公斤的重量 刚才说这是弯 对 第二个是什么柔 柔 柔是怕柔 对 实际上我们膝关节来讲 平时做一些按摩是有好处的 对你的周围血液循環是有帮助的 实际上这个冰骨是很怕这么柔的 容易造成这个周围肌腱的损伤 造成你这个加重你的膝关节的蜕变 静是什么意思 静呢实际上就是无运动 那我们膝关节一旦出现疼痛 那我们就各家躺着 静一静 这个安静地养它 实际上这种养呢 短时间呢还是有点效果的 但是长时间会造成周围的肌肉的萎缩 静也不让静 动也不让动 就也不能打弯 那咱一个个都直腿蹦了 是不是 那怎么办呢 配诊团问的问题非常好 那我们是怎么办呢 那我们最好的办法实际上 多做一些非负重下的膝关节的活动 是对于你的膝盖膝关节是最好的一个帮助 最后一怕是怕跪 怕跪 男人膝下有黄金 没事不能随着跪 那我们在跪着的时候呢 它膝盖承受的重量呢 是你的体重的八倍 所以是更重的 但它这个负担的重量更大 那它对这个关节的磨损呢 和压力也会更大 所以蜕变也会更大